熊熊山林大火在夜空中格外明顯 從空拍角度看 火勢不斷向外延燒 如果透過熱險象移 還可以看到有好幾處火源 附近居民被煙槍的受不了 擔心火勢會延燒到周邊住宅 消防隊立刻進駐 從白天到黑夜 直到太陽快升起 努力了十三個小時 才將火勢控制住 現場燒的只剩下一片焦土 原本消防隊以為是因為掃墓引起的火災 但後來在火場中 發現了大批的廢棄物和彈簧床墊 讓彰化市長林士賢認為是縱貨 警方根據附近監視器以及消防隊資料 目前已經鎖定了一名嫌疑犯 曾經在三年前 一樣在暗頭巷附近有 縱火鍋的前科犯作為侵查對象 雖然這次可能是人為縱火 但警修還是呼籲清明節前 民眾會開始掃墓 到山林間一定要小心用火 華視新聞文明星 張宗穎 謝忠義 彰化報導